全世界长得最漂亮的六大女明星,中国这位不是张新宇也不是范冰冰。 1. 意大利国宝级女演员,莫妮卡·贝鲁奇还记得21世纪初的那部《世纪大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,更是让世界看到了她令人窒息的美。 2. 片中她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能聊得全球男士尊心荡漾。 她纳射人心魄的眼神,曲线玲珑的身材,每一寸都在书写住《我是女人》的字样,工作人员更是每天映着裤裆到片场开工。 2. 印度爱西瓦亚卡,被誉为天下第一美人,也被称为宝莱物女王,她的名字已经突破印度地狱,登上世界舞台,是每年出产一千多部电影的世界最大电影王国的女王。 3. 她的美貌颠倒众生,再美她的言词多不胜数,有的直接评价她是最美,有的甚至称呼她为女神,更有的形容她为基因杰作。 3. 美国女演员杰西卡28,1981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,美国影视演员。 除了拥有四国混血的优良基因,显而易见的美貌和超过二十年演习经历之外,杰西卡28现在还有个完美的家庭,用她自己的话说,我知道自己要什么,我是个行动派。 4. 日本女演员,石原李美。 实质名归的高票当选啊,这几年的石原李美真的转变超大。 尤其2010年她主演日剧《零能力者小田无想子》的谎言时突然变漂亮许多,记得当时就连很多男艺人都公开说她变漂亮了,没得让人忘了呼吸,这几个字用在她身上真的是太适合不过了。 5. 金泰西,韩国女演员 金泰西在韩国国内的地位,国民度,话题度,认可度是超越韩国所有女星的,同时在女演员粉丝剧的部数量的排名上也是第一,但是在影视作品成就上因为演技不形,以至于代表作也有,收视成绩也不差,却没有什么让人记得住的角色。 5. 海外影响力非常平平,但不影响她成为是韩国女星中的传奇人物。 6. 张子林,中国内地时尚模特,影视演员 6. 自小出生在书香世家,曾被挖掘去田径队,获得过全运会跨篮比赛的冠军。 7. 和刘翔是同门师兄妹。 7. 后来参加世界小姐大赛,身高腿长,美貌智慧的张子林,成为了中国第一位世界小姐冠军。 8. 张子林最出名的,大概就是让方圆五米都成为配角的好身材。 8. 说实话,她的入选,倒是颇让人意外的。 9. 说实话,范冰冰与张新宇在资色上更胜以仇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